一百门开客数 两百二十条黄金人脉 带您面对新议题 掌握新解方 九月二十三台中 九月二十四新竹 九月二十五台北 详情请上政大EMBA官网 中修类要赏啥 广生堂里面最快 您的股息入账咯 请输入关键密码00757 启动股息放大数 无论您存的是金融股 定存股 还是高股息ETF 领导股息再投资 00757兼亚股ETF 积极稳健一把抓 快搜寻00757股息放大数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钱影响月公开说明书 喂喂喂 想要身家吗 汤圈台北湾 新松人梦马上达 二八零五九八九八 来帮您哦 走吧走吧 台北湾的家 风景像浮华 天天生活想独家 二八零五九八九八 来帮您哦 走吧走吧 台北湾乘家 让您买个小哈哈 汤圈台北湾 二八零五九八九八九八 九八新闻台 FM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 我是软木花 这传出高阶晶片 不能出口到中国大陆之后 辉达跟超伟的股价 在最新一个交易日都是大跌 其中最跌最惨的是辉达 股价居然是跌破了 这个破底了 就创今年新低了 那辉达 股价曾经在美股的周四 最新一个交易日盘中 一度重挫12% 讲实在 我们又看到辉达 有这样的下跌的一个情况了 那中场 没跌那么多 但是仍然是跌了7%之多 所以辉达的股价 正式跌到了 这个去年4月以来的低点 也就是说今年 辉达股价再次破底了 显示 他的这个反弹 我们昨天有把这个辉达 跟超伟的股价 今年以来的走势 跟天后朋友报告 他们这一波的反弹 反弹到8月4号 两档股票的弹幅 都在20%上下 但辉达已经是率先破底 跌到去年4月以来的低点 中场是跌了7%左右 又盘中跌了12% 那手上有辉达的 投资朋友可能都很傻眼 股价是破了140块美金 一股收盘 那超微就好一点 超微跌3% 股价呢 还并没有破底 但辉达已经率先破底 那今天呢 最新的消息是说 这个禁售的禁令 是有一年期的宽限期 一年期的这个情况 就是说辉达的 两款人工智慧晶片 A100跟H100 限制出口到中国大陆 美国政府是说 可以暂时予以放行 在一年的缓冲期内 继续供货给中国的客户 可能美国政府也觉得 立刻禁止出口 冲击太大了 所以今天最新的消息 说有一年的缓冲期 那也就是说呢 允许NVIDIA 在2023年9月1号之前 透过NVIDIA香港公司 继续供货A100跟H100 的晶片给客户 那问题就是说 大陆会狂买吗 我觉得也不会狂买了 讲实在的 就算狂买 它也要做 那个晶片也要能做得出来 晶片做不出来 它也没办法狂买 那不过这件事情 也可以看到 美国如果真的是要 全面的封杀 在大陆半导体的发展 它确实是有很多 很多这个手段的 从EDA到这个禁止晶片出口 那今天也有这个市场的分析师说 最坏恐怕会进晶圆代工 那这个就会影响到台湾更大层面 那这一期的什么 林振峰社长写了一篇 叫日本经历失落30年 台湾半导体业相对繁荣30年 那这个是美国扶植台湾半导体 打压日本半导体的结果吗 那美国现在开始似乎要 重塑自己的半导体的产业 那台湾半导体产业 还能再繁荣30年吗 我们今天赶快来请教 史玛支付月刊的林振峰社长 振峰你好 莫娃哥好 各位听众没有大家好 那日本其实在1980年代 是全球半导体的巨霸了 对 如果以销售总金额来讲 它是超过50%的 对 但是我发现 最近日经新闻 他们有一些专家都在讨论说 日本政府估计有可能再过10年 日本会从整个半导体的 这个全球的版图上消失 他们其实危机重重 这个日本的半导体的崛起 跟陨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我刚才就回应一下 那个前面木豪 在提到那个挥达那个部分 因为去年的时候 我也特别在做了一下挥达的研究 就他这次叠这么深 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很多的超级电脑核心的供应用户就是回答 不只是晶片的问题 所以这为什么会成为是一个很严重 那这个手段呢 是美国压制中国晶片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因为尤其是高速运算电脑跟这个AI这个部分 那日本的那个时候呢 是1980年的时候 应该当时在1980年之前 全世界几乎就是美国就是最重要的半导体的研发的 跟各种的市场的最重要领先者 到1980年代之后 日本极其直追 不管是他的市场 市占率 或者是技术能力各方面 特别是在记忆体这个部分 都远远超过美国 那当时让美国非常紧张 所以他当然就采取了几个复合性的策略 他其中有一个策略 当然就是利用301条款来压制日本 就是要监控日本的出口的产值 跟他的这个价格 盯住日本的价格 所以日本从此就会 没有办法在自由竞争下去 跟美国的厂商竞争 那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手段 就是他扶植他的竞争者 那其中最两个最重要 大家我们现在都知道 一个是韩国 那一个是台湾 可是说真的 当时韩国是做了记忆体 那台湾选了金元代工 可是这有时候也是一个历史的偶然 因为美国给金元代工给台湾 并不是因为台湾有多了不起 或者是说他觉得金元代工多棒 而是他觉得这东西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给台湾做看看 不过那个就是一个历史的转积点 台湾的厂商是真的很用力 很认真 而且真的科技的人才是非常的投入 所以把这个金融代工产业 从一个美国人自己没有看好的市场 变成一个这么大的市场 因为在1980年代那时候流行的就是那种IDM厂 就是他整个就是整合性厂 你一定是从金元设计到金元制造 都是整合元件制造 这才叫做以前就是有金元厂的男人 才是真的可以说话 但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说 分成金元代工之后 金元代工就是一个低附加价值的东西 代工在过去我们的传统观念就是 想象不到他有什么太高价值 只是后来没有想到是说金元的制造 随着难度越来越高 晶片造难度越来越高 造成了资本投资越来越大 所以连制造本身都变成是一个 很艰深的技术的时候 这时候反而连制造本身 代工制造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 技术价值的部分 那才变成了台湾一个 后来一个很大的突破重点 那可是日本当时他自己 也不看好这块场域 他甚至因为美国的这个压制 加上他对他币值的一个 要求日元币值的大幅升值 所以造成日本不管是在资金面上 就是说越来越少的资金流入去 扶持半导体 跟越来越多的这种管制的这种包袱 就是他大财团里面呢 就会有一种压力 就是如果我们继续做半导体 美国可能就会找尽各种办法来 对我们财团里面其他的生意也做出干扰 就像现在中国面临的情形一样 所以他们在整个财团在资源运用上 也减少了对半导体的投入 甚至到了后来他们 半导体事业部人在这个大财团里面 就认为说我们在集团里面 他们看我们好像败家值一样 你们就是专门在花我们集团的钱 又赚不到钱 投入了那么大资本投资呢 万一一个不小心呢 可能又触犯了美国法律 可能又被美国罚 所以在这种复合性的压力之下呢 就让日本的半导体一直一直萎缩 一直萎缩 然后随着市场竞争压力 台湾跟韩国上来之后呢 他又更萎缩 以至于到现在 可能他的市占率就从最高50% 掉到现在可能7 8%这样 然后甚至他们都很担心 未来会变成零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日本史无前例的 居然把由政府拿钱去资助台积电 这很难想象 他国家资助一个国外的厂商 来我这边设厂 这个在对日本政府的行政的 或者他们产业社会来讲 过去还是很难想象的事 没错 这个其实美国的这个用心 他的用心计较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他这个全球产业发展模式 都是这样 美国都是把这个技术专利 抓在自己手上 但是其他东西 他就放给你这个亚洲 全世界不同的国家去做 也就是说你不同的地方 你都没有最终整合能力 只有我们美国 有这个最终整合能力 我要放的时候我就放 我要收的时候就收 你可以看到他 其实过去的汽车工业是这样子 他现在目前半导体也是一样 制造的部分 这个就放给 机器设备就放给日本 荷兰 这个半导体设备的部分 然后代工给台湾 然后记忆体的部分 就给韩国 先前台湾也在发展 就发展不过 韩国就垮掉了 美国就是这样 他就是最主要的专利技术核心 他抓在手上其他就放给你去做 但是他现在发现情况不对了 因为他放给你做有地缘政治风险 他现在全部要收回来自己做 哇那这个收回来自己做的 这个其他地方的压力就大了 那另外日本半导体市场 这个产业到最后垮掉 我觉得最主要 当然不是日本不是说完全垮掉 他其实半导体设备 还有他的特用化学材料 这部分还是很强 他最主要就是你刚讲 像NEC啊 这些公司 东芝啊 日立这些公司垮掉 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日本大泡沫了 大泡沫之后 导致了日本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破坏 这些公司无力再投资 或者说也不敢投资 或者说呢 整个资本市场垮掉之后呢 他们不是没有技术 而是没钱了 像尔毙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没钱破产了 你有什么办法 破产的话发展什么 所以就被美国跟韩国给挂分 尔毙达就被美光吃了 在美光在尔毙达之前 美光根本还没发展 美光就是拿了尔毙达的技术之后 做到这个现在目前全世界龙头的第三位 所以以前确实是这样 在80年代 日本令美国最害怕的一件事是说 它既有全球最大的市场 又有全球顶尖的技术 那现在的状况是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半导体市场 但技术还差两三个时代 所以它这次出手出了这么急的原因就是 它怕如果你同时两个都拥有的时候 那它其实当时日本 它还可以用法律工具跟货币工具来压制 但其实对中国来讲 它其实就并没有这些法律工具或货币工具可以压制 它可能必须要更早的采用这些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各种的禁售措施来强制 来压制的这种更提早去做 其实看起来是很 有时候看起来这个出手是很凶狠 但是好像这在 比如在国与国竞争之中呢 好像也就事实上就这么回事 因为美国已经把中国当成是敌对国了 讲白话点只是还没有正式兵戎相见而已 对不对 那你把他当成敌对国了 那无人机飞过来 然后直接用枪把你打下来 这已经是到这个剑拔弩张的形态了嘛 就是美国当然他不可能把高阶晶片再卖给你嘛 这个给一年的缓冲 大概是拉比下来的结果嘛 对不对 不然的话这些公司他们也受不了嘛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买包买车买衣服都是在花钱 股市会怎么发展 我觉得这一波应该就 接下来就是一些负面消息的消化了 因为就看看测试一下 他那个上一次的底部守不守住 因为我觉得美国主要还是通膨的问题麻烦真的比较大 我觉得那个联准会应该是看到通膨就是压不太下来 所以越讲越硬 但台湾有一个头痛问题 是因为我们最近看那个外销订单真的很弱 那外销订单通常要一到三个月之后 才会反应在出口值上 那这个等于预示了 未来两三个月之后 你的这个外销部分会走软 那如果内需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虽然有部分开放 可是事实上内需的没有完全开放 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是相当程度管控 那你就没办法先接下来 就是会出现我们前两年是外强内弱 但因为外非常强 所以内弱就看比较不明显 但如果接下来是外弱内弱 哇那真的就麻烦了 我很怕这一点说真的 现在已经开始出口会出现很多问题 对啊 这个真的是又很头痛 然后再加上又有这种政治性因素的干扰的话 那这麻烦就更大了 bc top又抖内我们了 今天又赚钱了吗 昨天谢谢你的抖内 抖起来抖起来 最近只有bc top在开心 对啊 我们小编说 为什么最近只有bc top在开心 其他人都不开心吗 其他人都没有抖内 其实今天我也没有不开心啦 今天我还有涨停板的股票 哦那很棒啊 对啊 我的金星科今天还涨停板 所以不是所有股票都会跌到 我觉得像今天你看像细致财的金星科 M31啦 然后世新KY创意啦 以及这都是我之前在节目一再跟各位提到 就是在这一波上面 我个人认为唯一可以做的 唯一可以注意的就是第三代半导体 你看汉磊今天也是涨啊 富顶 对不对 这些都是我在节目有跟大家讲 但我没有报名牌了 我只是讲说我自己有的股票是什么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就吧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已经有BCTOP连续两天 当年我们 刚才小编说只有BC一个人在 BCTOP一个人在开心 其他人都没有开心吗 那刚谈到了 就是说美国啊 如果最狠的话 就可能会进这个金元代工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美国现在目前已经从禁止部分美国企业供应华为这些特定的中国大陆的企业 转为禁止特定产品卖到中国 就是扩大到这个封锁的一个层面 这不是只针对特定企业 而是针对产品 只要是这个产品就不能卖到中国去 那根据美国的一个研究机构的报告 他设想的最坏状况是华盛顿 就白宫扩大禁令 阻止像是台积电三星 这些金元代工厂呢 为中国设计 生产晶片 就是中国设计的这个晶片 不能交给他们代工了 讲白话一点 这不是台积电三星设计 而是呢 台积电三星不能接中国大陆 IC设计公司所设计的晶片单 那目前还没有坏到这种地步 那美国在采取激烈行动之前 应该会先衡量每一次打击 他所能发挥的效应 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 哇 这个真的是台股会腥风协议 我真的玉石俱焚 这个太可怕了 连美国都会受影响 你觉得这个可能性高吗 如果说真的禁止台积电三星 接中国大陆这个IC设计公司的订单 哇这个真的是不得了啊 我觉得他这个是稍微有一点市场放话性质 因为美国在形成一些政策的时候 特别是大型的产业政策的时候 他会透过一些主要媒体 先放出最硬的这个风向 政策风向 然后试试看 因为通常大家一定正反讨论都会很激烈 然后再看看这个收集这个市场状况之后 再实际在实质上再收回一点 就像我们刚才讲说 他进辉达 然后再给你一年的这个缓冲期 他通常都是行政部门先下了一个决策 然后你实际执行的部门 再去算一下说问一下厂商说你们需要怎么样的状况 也不希望厂商受伤太深 因为厂商受伤太深 你这有点像七伤权啊 就是你就是你伤敌十分也是智商七成啊 所以这个总是两边都要考量 因为中美现在关系虽然是一个很强的竞争关系 但里面的合作成分也很高 美国需要中国大量的制造物品 那中国也需要美国大量的这个市场 这两个如果真的完全隔绝开来的话 这是经济级的核弹啊 我说这个可能比这不会亚于真正的核弹的威力 我觉得而且到台湾更不用讲 这两墙打起来 我们一定是一定是被踩扁 这很可怕 我是希望我希望不会发生 那这个状况也认为到目前为止 并还没有推到这么极限 但放话一定是放很狠 因为这个就是chicken game 就是你放话绝对不能软 但手段好像可以偷偷的软一点 譬如说在大众媒体上说我要这么做 然后在公众的这个政策上说我要这么做 可是实际执行细则上面 放一点小的通道 让你可以从这个小通道里面去完成一点 完成本来就应该有一些既定交易 可是他又要控制说你不能太完全自由 太free的去做 因为他还是有个法律在那里 他随时可以说 我看你们如果出口出的超出我的 我想要做的安全保障范围内 他马上可以用这个法律把这些小口又关上 我觉得他们的策略大概都是这样 基本上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如果说美国真的把中国大陆当成是 讲真的敌人的话 真的极限的状况 有可能他认为说未来战争要触发或什么的话 他当然会采取这一招 那就是最极限的状态 希望不要发生 当然我们也绝对不希望 这个刚刚小编喊话有用 马上抖起来 马上大家抖起来 BC也抖内谢谢 然后伟少爷抖内谢谢 还有 Roger Chen也抖内谢谢大家 我们节目呢 其实不是说缺钱 而是说呢 看到大家对我们的抖内 就对我们的节目的肯定 我们都很高兴 他其实不是绝对金额的问题 好那 接下来整个台股跟美股怎么看呢 这一波台股回档 已经超过涨幅的二分之一 这个结构整个破坏掉了 他就整个弱势了 那我觉得当然接下来我们要看的 就是说之前的低点 一万三千九百点 那边会被破 那我个人当然是有点 我希望不要破 但我有点忧虑啊 是因为我们看近期的 这个台湾的外销订单 因为外销订单是一个领先指标 他会对出口值有一些领先反应 那他可能外销订单出来之后的 一到三个月之后 会反映到出口值上 现在看起来的这个订单趋势 都是变弱的 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订单是很弱的 那这反映的是 中国当地确实在积极的清零 这不只是这个疫情风控 还有这个所谓的过剩产能的 要去库存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持续会持续多久 因为这个他这个来自中国 这个订单的这个需求的衰退 是已经连续三个月扩大 所以八月我们可能还要再观察看 会不会再扩大 因为如果他一直在扩大下去 表示他的去库存的这个动作 成效还没有到很好 除非他能够跌幅缩小 不用说到要成长 而是说跌幅缩小的话 那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点 因为这里面就是最核心的 其实大部分这些订单来源 都不是农产品的 农产品的占比都很小 关键就是半导体还有晶片 因为我们出口到大陆里面 大概的半导体占了快 差不多就大概40% 所以这个比重非常大 如果说你这个部分呢 有没有办法恢复那个需求的话 大陆的晶片杀价 没办法稍微的减缓的话 那确实对台股会有很大压力 那到这就变成只有少数的类股会涨 我们刚才比如说像前面有讲生计类 因为这个完全不跟大陆的需求相关 根本没有去关 那可能就比较没问题 但是如果跟两岸相关的 像前面刚才也谈到运价也是跌得很惨 也是因为中国就在清库存 它哪需要什么多少的运能 清库存过程中都是希望尽可能把现有的 它的存货把它尽快处理掉 对所以看起来这个整个下半年的景气 一直到年底这个景气的状况是严峻的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在跟大家讲 宏观经济情况不好 企业获利会衰退 这个也不是违缘耸听 只不过就是说也不是所有企业都不好 它基本上也是有好有坏 少数好 但是多数是会比较辛苦一点 大多数绝大多数是比较辛苦 我们看到现在目前普遍性是 在往下行在往衰退的方向走 那只有特殊利基型产业它可能躲过 比如说像IC设计里面 你会发现那个做消费电子端的晶片业非常不好 那个最惨 因为那个库存最严重 库存最严重像笔电的 像是这个手机 或者说像是你看到3C家电这些 全部都不好 但是特殊利基型跟着高阶制程走的 中国大陆可能还需要你一些 在设计上面的这个协助的 这些公司它就相对就比较好 那些需求很大 只是怕不要被政策上的支持 它有可能会最后被扫到 就刚刚讲说如果扫到你整个晶圆代工的话 所有都game over 对 就几乎就是覆巢之下无完卵了 那你先前有看到这个美股一波反弹上来之后呢 你觉得美股后面会怎么发展呢 我现在目前来看就是 美国这边确实让我们觉得有点 有点矛盾的状态 就是利率上升的这么快 照理说整个景气的热度应该会被压制的比较大 可是到目前为止 如果我们从一些景气热度的状况 消费状况或者是失业率的状况 都看出即便在利率这么快上升的情况下 美国的市场的消费能力还不差 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谈到那外销订单 来自中国的订单的大幅衰退 美国还是继续成长 虽然成长幅度变小 但他还是在成长 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有 让我自己也有一点confused 就是说感觉起来 全球有很多地方的景气的状况 是非常有疑虑的 但美国却一直撑住 这也是我们现在大体上来看到 就是说虽然有往下行的压力 但是好像有美国撑住了一部分 以至于没有发生什么激烈恐慌性崩盘的原因 当然我不希望说这个景气发展 就是说如果假设这个平衡好一点 就是美国的景气是缓缓的下行一点点 然后其他地方景气能够慢慢的再弹上来 在这种比较软着陆的情况下 让全球景气从修正之后再回来的话 那这是我们期待中可能最好的一种发展 但是不是能够这么好办 我们也不敢说了 只是说目前来看 美国确实景气的热度还是还算不错的 那是因为美元强 对这也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美元强对不对 大家消费力就输完上来了 全世界就输血攻击美国 就这样子 这个非常谢谢郑峰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交通安全一定强 我是诚哥赵子 请不吝点赵子